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马五思 离耶路撒冷约有二十五里 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是 正谈论相问的时候 耶稣亲自救进他们 和他们同行 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 不认识他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 他们就站住 脸上带着愁容 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 你在耶路撒冷做客 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 什么事呢 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 他是个先知 在神和众百姓面前 说话行事都有大能 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借去 定了死罪 定在十字架上 但我们素来所盼望 要数以色列名的就是他 不但如此 而且这事成就 现在已经三天了 正当那日 就是七日的头一日 也就是耶稣复活的那一天 门徒当中有两个人 往一个村子去 这个村子叫以马五斯 离耶路撒冷有25公里 有25里 以马五斯就在耶路撒冷的西边 距离大概是11 12公里左右 那有两个门徒就从耶路撒冷离开 要往以马五斯去 他们在半路上呢 圣经说他们彼此谈论 所遇见的这一切事 正谈论相问的时候 耶稣就亲自就近他们 靠近他们 和他们同行 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 迷糊的原文是被蒙蔽 就不认识他 就没有认出 与他们同行的这个人是耶稣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走路了 而彼此在讨论的是什么事呢 这句话 就让这两个人站住了 脸上带着愁容 两个人当中 有一个名叫格六八的回答说 你在耶路撒冷做客 做客代表就是说 这个听你的口音 应该也不是耶路撒冷人 因为耶稣他是加利利人 就有一个加利利的口音 可能是这个口音的缘故 或是其他的缘故 所以他就认为 这个耶稣他不是住在耶路撒冷 是来过节来做客的 他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 还不知道这几天 在那里所出的事吗 耶稣说什么事呢 他们说就是拿撒冷人 耶稣的事啊 他是一个先知 你看其实这两个门徒 他们到现在还认为 耶稣是先知 他们对耶稣 是一个怎么样的弥赛亚 那观念都还是非常的模糊 非常的笼统 他是个先知 他在神和众百姓的面前 说话行事都大有能力 但是呢 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 竟然把他压解去了 定了死罪 然后呢 把他定在十字架上 但我们素来所盼望 要赎以色列民的 这边讲的赎 只是要拯救百姓 救赎百姓 他们可能还 不太可能完全了解 耶稣定十字架 是要来代赎他们的罪 他们到现在那个程度都 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但他们相信 这就是百姓 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 可是这个弥赛亚 对他们来讲 好像又比较接近 是一个先知的概念 就是都很模糊 搞不清楚 但我们素来所盼望的 要救赎以色列民的 就是他 不但如此 而且这是成就 现在已经三天了 就是说耶稣已经 被定死 死了三天了 再者 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 使我们惊喜 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 不见她的身体 就回来告诉我们 说看见了天使显现 说她活了 又有我们的几个人 往坟墓那里去 所遇见的 正如妇女们所说的 只是没有看见她 无知的人啊 先知所说的一切话 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基督这样受害 又进入她的荣耀 岂不是应当的吗 于是从摩西和众仙之起 凡经上所指着 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所以就在这一天 消息已经传开了 所以很多门徒都知道 就是耶稣的尸体 已经不在坟墓里面 然后妇女们说 天使告诉妇女们 说耶稣已经复活了 然后这个有几个门徒 就已经跑去坟墓看 结果是空坟墓 耶稣的尸体也不在里面 所以呢 这两个往姨妈武师 走入去的门徒 一路上就在谈论这些事情 25节 耶稣对他们说 无知的人啊 先知所说的一切话 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 原本是你们的心信得太慢了 就说这个圣经 先知代表这个圣经里面 圣经里面所讲的一切的话 你们的心怎么信得这么慢 怎么到现在信心都还没有跟上来 都还没有信 圣经里面先知所说的一切的话呢 那在圣经里面先知所说的一切的话 是指什么 26节 基督这样受害 然后呢又进入他的荣耀 岂不是应当的吗 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 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 有40天的时间 他都在跟他的门徒们讲解 这些神国的道理 讲解这个从摩西 指的就是摩西五经 还有众先知 就是指的先知书 就是妥拉 创出利民生 摩西五经 还有先知书 所有凡是圣经里面所指的 耶稣基督自己的这些预言 的这些 不论是这个 在这个先知书啊 摩西五经里面的 弥赛亚预言 都给门徒们讲解明白了 那因此呢 耶稣说基督这样子受害 又进入他的荣耀 荣耀指的是他从死里复活 掌权作亡 这岂不是应当的吗 因为旧约圣经早就预言了 难道你们都没有读懂吗 因此耶稣就帮他们补习 从摩西五经开始 到先知书里面 讲着所有的弥赛亚的预言 如今怎么样应验了 都讲解给这些门徒 让他们听得明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主我们常常信心信得太慢了 跟不上圣经的应许 不明白圣经 许多神国的道理 感谢你 讲解给我们听 感谢圣灵 使我们愚昧的心 愿意受教 愿意明白 主当我们 明白你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才认得出 原来是你 当我们不明白你的话语 照常过着我们日常生活的时候 我们认不出你来 认不出你已经从死里复活 你已经是得胜的君王 以至于我们不知道 要依靠你的大能大力 求主帮助我们 对你的话语 有一个饥渴慕依的心 求主让我们明白 你话语的能力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